根据罢免加州州长纽森的联署行动网站 其征签数量正在朝门槛的80%前进 近日 这些联署还包括以前支持纽森的 科技公司高管和硅谷富人选民 周二 美国亿万富翁 知名投资人查马斯·帕里哈皮提亚 不仅在推特上表态支持罢免纽森 还宣布将竞选替补州长的职位 并发布了他的竞选网站 根据他的竞选网站 他指出 加州的教育面临教师工资低 学校不够好等问题 同时 他提出的竞选承诺 包括零税收 教师最低年薪7万美元 终止学生贷款 以及为每个加州新生儿的家庭 提供2000美元救济金 周二当天 Craft Ventures基金的创始人萨克斯也表态 支持帕里哈皮提亚竞选 据悉 萨克斯曾在2018年 向纽森的竞选活动捐赠6万美元 但有报道指出 萨克斯认为纽森现已完全收治于 特殊利益集团 事实上 出生于斯里兰卡的帕里哈皮提亚 是民主党的长期捐赠者 他过去曾在脸书担任高管 帮助脸书于2010年获得5亿用户 2011年他离开脸书 创办了风险投资公司 与此同时 圣地亚克前共和党市长福康纳 也在考虑参选州长一职 在2021年1月初 福康纳联署加入罢免纽森的行列 并在推特上呼吁更多民众参加 新唐人记者郭约希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